先知戴伊里和使徒约翰 两个人生活的时期相隔有六百年之久 一个生活在巴比伦 另外一个生活在罗马世界 所统治下的犹太 一个在王宫里面度过他的岁月 而约翰却是被发配到 荒凉的巴木海岛上去的一个老人 戴伊里是被迫与祖国和亲人分离 约翰也相仿 他被茫茫的大海所包围 与当时的教会可以说是隔绝 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寿 都活到将近一百岁 他们俩呢 也都是独生 同盟一个圣灵的感动 得见同一位荣耀的主 繁华安逸的宫廷生活 并没有掩盖出先知戴伊里 属灵的眼光 同样的 艰难困苦磨练的生涯 也没有使使徒亚汉消沉 他们都亲眼看到了伟大的意象 在他们的笔下 构成了整个世界 教会 甚至于人类历史的庄严的情景 安逸里书第七章 第八章 第十一章的意象呢 充满了许多战斗的画面 第十十一章 加伯利指示 安逸里说 要把真学书上的事情指示他 而这些事呢 正是轮到大征战 第十章第一节 第二十一节这样讲 而这些征战呢 告诉人们 在世界上呢 种种的冲突 以及斗争的幕后呢 有基督和撒旦 和他的魔军的一种征战 同样的 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 十三章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篇幅 或者是 在这以后的几章里面呢 也描绘了许许多多惊人的战争 而这些善恶的斗争呢 主要是围绕着 以基督和他的儿女为一方 以撒旦和他的党徒 以及背道的教会为另一方 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 在善恶斗争的舞台上 双方的斗争 以及直到末世 他们是如何脚量的 这场征战呢 由来已久 可以追溯到在天庭之时 但是一直要延伸到 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尤其是呢 围绕着基督在世的日子 但是他的高潮和重点呢 将会在末世的时候呢 更加突出 启示录第十二十三十四章呢 制成一个段落 了解善恶大斗争的死末 我们今天呢 只是先研究 启示录第十二章和十三章 觉得预言不断的 更加深入 更加强劲的指出 善恶斗争 关键的几个战役 在第十二章里面呢 主要讲到了 在耶稣诞生之前 诞生之时 以及耶稣诞生以后 特别是中世纪和末后 善恶斗争这三个部分 而第十三章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纲之下 特别突出了末后的 善恶斗争 讲报有两个兽 一个是从海里面上来的兽 另外一个是从地里面 上来的兽 善恶斗争当中的两个阵营 我们先来看看 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 很清楚地看到 在善恶斗争当中 有两个阵营 一个是 包括米加勒 妇人 妇人生的男孩子 他们作为一方 而另外一面呢 就是骨蛇 龙和他的死者 作为敌对的一方 这不仅让我们 回想起创世纪第三章 第十五节 就是当蛇引诱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上帝当作蛇的面 所宣布的一个救赎计划的一个总章 这里说 我又要叫你 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衣和女人的后衣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衣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启示录第十二章 虽然也追续了往事 就是米加勒和他的死者 和龙 以及他的党徒所有的征战 但主要的重点呢 是认识到妇人 和他所生的男孩 和蛇 以及跟从蛇的人之间的一种征战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两大阵营的一个阵容 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说 天上献出大意象来 有一个妇人 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观念 他怀了运 在生产的艰难中 疼痛呼叫 第三节呢 讲到是敌对的阵营就出现了 天上又显出异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 气头尸角 气头上带着七个观念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 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两大阵营 形象很分明 一面的是光明 柔弱的妇人 而另外一面是张牙舞爪的大红龙 一面是在生产的痛苦当中呼叫 而另外一面 头上带满了世俗的观念 姚武扬威 妇人或者是新妇呢 不认识在旧约圣经 或在新约圣经里面 都代表着上帝的教会 和上帝的百姓 我们可以记下下面这些章节 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 第五第六节 和西亚书第二章 十九节 以赫索书第五章 第二十三到三十一节 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第一到第二节 这里面 也就是十二章的妇人呢 也和第十七章的大淫妇呢 就形成一个对比 九月和西亚书 耶利米苏呢 都把被盗的以色列人 当作是淫妇 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 也就是说 他们离弃了真神上帝 去拜偶像 或者是侍奉贾神 新月圣经里面 使徒亚哥说 凡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上帝为敌 而且 他也称他们做淫乱的人 保罗在多林多书里面也说 他把信徒呢 是当作童女 许配给基督 但是保罗呢 恐怕他们失去 纯一的心 就像夏娃那样犯罪 所以很清楚的 纯洁的妇女呢 代表纯洁的教会 淫妇呢 就代表被盗的 混乱的教会 但在这个十二章里面呢 主要是讲真洁的妇女 就是 讲上帝的真教会 上帝的真子民 他们是生披日头 这是指着 上帝的真教会呢 首先要披带 主耶稣基督 巴拉基书 第十章第二节就指出 耶稣是一个公义的日头 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四节到第八节 也说明了耶稣是真光 是照亮世界的一个光 第八章第十二节 第十二章十六节 以及诗篇八十四篇 第十一节呢 也都有相同的意思 罗马书第十三章 第十四节讲到 总要披带 主耶稣基督 不要被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这意味着上帝的真教会 真儿女的 必定是披带主的义袍 披带主的拯救的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第四节说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上帝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衣 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 给我披上 他在新郎 戴上华冠 又在新郎 佩戴装饰 讲了看书第三章二十七节 启示录第三章十八节 另外呢 也可以体会说 披带这个日头呢 就是上帝的真教会呢 是由新月圣经 也就是记载着 主耶稣基督生平教训的圣经 来换发他的光彩 给人带来明亮如光的信息 那么脚踏月亮 是指着什么呢 是指着上帝的教会 要真儿女 不但在新月时期 而在旧月时代 这里指的脚踏月亮 可以说是以先知 和使徒为根基 因为以父所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说 因为教会是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旧月时代 许多的先祖 都在不同的方面 预表了基督 尽管不完全 但是他们都是 作为预表基督的 比如亚伯拉罕预表 耶稣做祭司的工作 为百姓代求 以赏预表基督的牺牲 预生预表基督的苦难 以及后来得到尊荣 摩西预表耶稣是大先知 大为预表耶稣为君王 耶利米预表耶稣 是一个流泪的受苦的先知 我们说正像月亮的本身 是没有光的 只是反照太阳的光那样 同样的 这些先祖也好 先知也好 他们都只是反照基督的荣光 而且在不同的方面 来预表基督 在人类漫长的旧月时代 焕发出美丽的光辉来 所以脚踏月亮呢 也可以体会就是 教会是建立在 旧月的圣经的基础上 所以不但有旧月 有新月 因为旧月圣经呢 只是预表基督 新月圣经呢 是讲到历史当中的基督 两者呢 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 也就是为那个真光做见证的 那么怎么讲呢 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讲到 新是代表教会的使者 教会的领袖 但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 智慧人必发光 如天上的光 那是多人皈依的 必发光如心 直到永永远远 这在原文和许多的翻译本呢 都翻译着 头上带着十二心的观念 但这里的观念 是指着得胜的观念 不是王冠 也就是那象征着 世俗权力尊荣的王冠 不是的 这是一种得胜的贵观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 想象这幅美丽的情景 一位温柔 纯洁的妇女 她身上披落日头的荣光 脚上踩着美丽的月亮 头上星星在闪闪发光 不认白日黑夜 都是那么的光明 纯洁 真教会 上帝的儿女呢 必须以基督为中心 必须要高举她 而且必须要接受她的义 必须要相信她的拯救 真教会 也必须以全部的新旧约圣经 作为她信仰的依据 作为她们品格的标准 也作为她们经验的一个试经史 并且作为 在所有真人当中 最后的一个忠采 上帝的教会 也必须由先祖与先知 以及使徒义人 在为主做见证 在为真理做见证 而且要发光照耀 在这黑暗的世界 引导人处理黑暗 而进入光明 这就是启示录 十二章第一 第二节讲到的 这个真节的妇人 所预表的含义 那么在我们讲 第二个内容 那么龙怎么呢 在启示录 第十二章第九节说 大龙就是那骨蛇 这让人想起 伊甸园那一幕 古蛇实际上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而撒旦呢 这字在原文的意思 就是抵挡者的意思 是迷惑 普天下的 所以 另外一方的 维护者呢 是撒旦 而圣经的又形容 它是一条大红龙 以赛亚书说 你的罪 虽诸红如血 所以这是一个罪恶的实体 耶稣自己曾经讲到 魔鬼 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流血的 他的阵容 和架势 又是怎么样呢 约翰说 他头上有七个头 而且七个头上 还带着七个冠冕 而这里的观点呢 是世俗的王冠 七呢 我们说一方面 可以代表着 完全的意思 就是讲 撒旦操纵着世界上 所有的 他所利用的权势 王权 但如果讲到具体一点呢 我们从旧约圣经看起 就能够找到 埃及呢 曾经奴役 以色列人 亚述呢 曾经把 以后的以色列国灭亡 第三个头呢 应该轮到了巴比伦 他把犹大灭亡 然后就来到了 马达波斯 希腊 罗马 已经六个头了 第七个头呢 就是继承了 罗马帝国的 一个中世纪的 罗马天主教权 也就是 领甲在 由罗马所分裂的 十个国家之上 他是王 但是与别的王 不同的 那个权势 先知注意到了 七个头上 带着七个冠冕 撒旦正是 结果这些权势 与上帝的真子民 真教会 在对敌 先知又注意到了 他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 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有个记者说 在创世的时候 神星一同歌唱 上帝的众子 也都欢呼 而魔鬼呢 以前被称作 明亮的星 也就是 路西府 早晨之子 所以这里面说 他的尾巴呢 拖拉着 星辰的三分之一 就是表明魔鬼 曾经诱惑 掳掠 残过了 三分之一的天使 使他们堕落 被摔在地上 结果被 逐出天庭 这也就是 彼得书 尤大书所讲的 就是天使犯了罪 上帝 也没有宽容他们 而是被拘禁在黑暗里 成为黑暗之君 国度的成员 和爪牙 所以 我们在这里呢 已经把 两大阵营 或者是 两方面的阵容呢 都已经 解释了 我想在下面呢 就请大家 先听一首歌 教会 有一 基础 在上斗争里面 教会 有一基础 就是基督耶稣 和他的圣言 教会 有一个基础 就是基督耶稣 他用水 和他的变化 冲上一切幸福 耶稣 从天来救 他 伤他 上些幸福 有自己保险 屈诗 心或死 往日 随从各处 门 选 找 幸福 却上 立体 教会 救 安 的 平 诚 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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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佛 祝你 我 主天 上 怎 無 身 真 膀 合 无 為 log 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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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荣然站立 圣不尽心心交温 黑夜就有多热 不就悲气变歌声 转瞬变见成了 来山河交战之间 受尽困苦艰难 为我救恩此生 永相复了平安 等到荣耀这一生 先灵在祂远前 那是教会药的生 安相复了五天 好我们讲了这个善恶斗争的两大阵营以后 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圣经说 妇人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当中呢 疼痛呼叫 而龙呢 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他生产之后呢 要吞吃他的孩子 这是第一个战役之前的一个前奏 我们知道自从上帝在伊甸园里面 发布了这个善恶斗争的纲要 或者是讲出了他的前景以后呢 亚当和夏娃呢 只知道自己的犯罪 以及所产生的后果 正在失望的时候呢 由于上帝这个应许 就点燃起他们的希望之火 所以他们就等待着 上帝所应许的后衣 就是女人的后衣要来到 所以他们第一个孩子 该隐呢 就是得罪的意思 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第一个儿子 就是该隐呢 就是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衣 希望他来伤蛇的头 要来解救他们 重新把他们 拜回到被祖出的伊甸园去呢 但他们失望了 一直到第二个儿子 亚伯出世以后 他们就看到 亚伯在各方面都敬礼上帝 都表现出 纯洁的品格的时候呢 却又被该隐杀了 结果使他们更加的 失望和痛苦 历代以来 上帝的儿女 一直在等啊等 等候弥赛亚 等候救主的来临 实际上 这个应许 已经在他们心中 引逸起了 这个希望 在时间的推移当中 尤其是在不断的受到 逼迫 苦害 失望的时候呢 正好像是 妇女怀孕 临近惨期 疼痛呼叫 但是还没有生出孩子的时候的 光景那样 可是 撒旦的架势呢 就是等在妇人面前 监视着上帝的儿女 而且准备吞死他 撒旦接着该隐杀了亚伯 其实 他是首先用罪恶杀了该隐 而在以色列人 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 法老王又想杀 一起的希伯来人的男婴 他想把女人所生的男孩子呢 也杀在其中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万国 要因他的后裔 特别指出 就是 因着基督而蒙福 但撒旦呢 用罪恶再一次的 努力了 遗扫 又想用他的手呢 去杀害雅各 在以色列的 12个字派当中呢 撒旦利用流便 犯淫乱 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他又驱使西面 和立位呢 凶残杀人 又左右犹大 使他出坏点子 杀害纯洁 善良的约瑟 历代以来 善恶的斗争 从而没有仔细过 从圣经里面 可以找到许许多多 这样的实力 上帝应许 弥赛亚要坐在 大卫的宝座上 要成为耶稀的根 大卫的后裔 但是撒旦呢 又引诱大卫犯罪 甚至几乎灭亡 可信大卫悔改了 我们在说 当那历代所仰慕的 要来到的时候呢 撒旦更加是狗急跳墙 徒穷匕 禁 他出于嫉妒 出于仇恨 要想杀害基督 正是这样 他吩咐 这个 凡是玻璃亨城里面 两岁以下的小孩 净都杀灭 他网图一网打尽 连基督也格杀在内 从这个角度看呢 善恶的斗争 是多么的举烈 而这个焦点就是 撒旦咬牙去子的仇恨上帝所应许的 女人的后裔 也就是基督 为此呢 司徒约翰登蒙启示 知道 这种仇恨呢 由来已久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说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 米加勒同他的死者 与龙争战 龙也同他的死者去争战 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这里既是讲到过去 又是指着进一步 应验撒旦被摔下去的现状 这就来到了短兵乡邪的地步 第五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撒旦想要吞吃 而且呢 也确实是截着不发自人的手 截着犹太人把耶稣交给罗马政权 钉在十字架上 正在撒旦自认为成功得胜的时候呢 谁知 自己却遭到了致命的一击 他的头被打伤 虽然基督的脚跟呢 被咬伤 第五节呢 继续的论述到 这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 管辖原文呢 是牧养万国 圣经又说 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 基督是死了 但第三天呢 复活了 而且以后升天 跟上帝同坐宝座 将来还要再来 来牧养万国 用他能力的铁杖呢 来粉碎一切抵挡的势力 但用他慈慕的杖 来牧养万民 也就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从人看来是失败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 成了 救赎的计划成了 因为从此呢 宇宙众生 以及所有的天庭后世的人呢 都能够看到撒旦的阴险 凶残 以及对基督的刻骨的仇恨 和对世人所有的谎骗 根据约伯记的记载 撒旦虽然被赶出了天庭 但是他还能够到天上去控告神的儿女 不过到这个时候为止 也就是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撒旦被彻底的摔到地上 不能再到天上去控告上帝的百姓 控告上帝的儿女 更加不要说控告基督了 第九节后半句说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死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在这同时 第十节说 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呢 已经被摔下去了 耶稣的脚跟受了伤 但蛇的头却受了致命的遗迹 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 但是撒旦呢 就被摔倒在地上 撒旦在天上一度 控告上帝的儿女 起初是控告基督 来到地上以后 他又接着许多人做假见证 接着文色法利赛人来 控告基督 但谁知道 他自己却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 非但被起诉 而且受到审判 还要等候着去受刑 但他既不能逼迫妇人的孩子 因为他已经被提到天上 而他自己却被摔在地下 那么他是否死心了呢 不 他一不做 二不休 第一个占预 他是失败了 他就来进行第二个占预 第十三节说 龙见自己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 赐给妇人 叫她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她在那里被养活 一载二载半载 第六节说 妇人就讨到旷野 在那里 有上帝给她预备的地方 是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三年半 三年半 也就是一千二百六十天 这个十日呢 我们以前在弹义礼书当中呢 也已经提到了 非但是撒旦 结束罗马帝国 在初世纪的时候 残酷的迫害新生的基督教 尤其是到了中古时期 他结束所谓的教会 来迫害上帝的真教会 也就是说结束 罗马天主教 来迫害上帝的儿女 正像耶稣所讲 所谓仇敌呢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而且这假弟兄呢 就成为上帝儿女的 最很多的敌人 在中古黑暗时期当中 许许多多基督徒 为了坚持相信全部的圣经 为了传扬圣经 阅读圣经 而被促使 中世纪的时候 有许多人为了坚持 因信称义 更高举基督而受苦受害 从公元五百三十八年 教皇的权势确立 一直到公元一千七百九十八年 法国军队进入罗马 教皇侍权 被囚在牢房里 正好是一千两百六十年 也就是这里所讲的三年半 或者是一千二百六十天 所代表的年代 这里讲到旷野教会的经历 这个妇人得讨 而上帝给他一个翅膀 帮助他飞逃去躲避撒旦的愤怒 而在那里呢 上帝为真教会预备了一个旷野 也就说在人看来是穷乡僻野 而上帝的真儿女呢 却认为是自己的地方 他不愿意在世俗的宫廷里面 占有一个席位 也不愿意在那些腐化的场所 找到落脚之处 妇人呢 逃到旷野 蛇就追到了那里 第十五节说 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蛇不仅仅是暗箭双人 而且还像是路旁的毁 咬人的蛇根 而且他待在妇人的身后 暗暗的要把妇人冲去 他借助着世界上的这些国家和政权 借助着人多四众 也就是人山人海的徒子徒生 想来消灭上帝少数的忠心的儿女 这些呢 忠心的儿女就是中世纪的 华典西人 阿比坚西人 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或者是像那般跟从胡思约翰的 这些忠实的信徒的身上 很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 但十六节却说 第一 却帮助妇人开了口 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中世纪的时候 罗马教权借助着王权的势力 经常的去围炒扫荡上帝的真儿女 以致他们在许多的崇山群岭 留下了他们的终极 但另外一方面 上帝也兴起了一些诸侯 君王暗暗的保护上帝的儿女 打开了一个避难所的门户 我们说第二个回合 撒旦表面的事 但却不能达到他根本的目的 也就是说他想扩杀真光 消灭上帝儿女的目的 我想下面呢 请大家听一首圣事 先贤之信 当我们想到在过去的世代里面 上帝许多忠心的儿女 为了坚守他们的信仰 靠住战利 而忍受苦难 他至终的神 请大家听一首圣事 我终始念 先前圣经 心中一觉 永远奔心 先前知心 生见见证 我愿至此 坚守此心 先前守心 最悲究竟 不见快乐 自由奔心 忽然若能为主这身 同容就已 何能可及 先前知心 生见见证 我愿至此 坚守此心 先前守心 为爱牺牲 我愿求全 先前爱人 转意温柔 生了生活 一山航海 望全此心 先前知心 生见见证 我愿至此 坚守此心 我们讲了两个回合 撒兰都失败了 但他并不甘心 现在就来到了善恶斗争的第三个回合 第十七节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他攻击妇人的孩子没有成功 因为孩子被提上升 他就去攻击妇人 往想把她冲走 但是冲不走 结果他就恼羞成怒 去和妇人剩余的儿女 其余在原文是剩下的少数的儿女 去征战 撒兰以为他人多四重 必定能够打圣仗 如果说在中世纪 那些圣徒胜过撒兰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话 那么在末后 上帝的真教会 上帝的真儿女 除了像前面所讲的 所有的真教会 就是这个真杰的妇人的特征以外呢 这里特别提到了 就是这儿女 是遵守上帝的证明 为耶稣做见证的 他们除了高举圣经 高举基督 引领多人归义 也就是归向主以外呢 这里有列出了两个渔民教会 或者称作上帝真儿女的特征 这两个特征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普世人都忘怀 轻视 甚至于见达上帝 见明的时候 他们还是死守上帝的见明 包括第四条见明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的见明 他们愿意尽心 尽心尽力的爱主上帝 而且爱人如己 同时呢 他们也有耶稣基督的见证 启示录书第十九章第十节说 预言中的灵异 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他们非但是坚持圣经 做他们信仰的根据 而且他们也特别的重视圣灵的恩赐 以预言的恩赐来指引他们的生活 因为彼得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仁义的 而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来 他劝连人 他劝连人 要在预言上留意 直到天乏亮 神心 在你们心里显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预言就好像神心一样 指引着信徒的脚步 尤其是在这个茫茫的黑夜 更加为他们带来光明 也就是有耶稣同在的一种光明 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去向 也能够变色路途当中所有的陷阱 敌人的埋伏和袭击 所以这愚民或者说上帝的真儿女的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他们非但重视全部的圣经 而且特别领受预言的亮光和圣灵的恩赐 也就是预言自灵的恩赐 所有这些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因为不认识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 我们知道预言的中心不是人 不是民主 不是国家 而是基督 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27节就清楚了 基督府邻安息日会的人呢 也相信 并且接受预言自灵的恩赐呢 显现在华尔伦 以及他所侍奉的圣功上 在他受灵感的著作当中 因为这些呢 为幕后的教会带来指引 撒旦最痛恨的是什么呢 他最恨的就是高举基督 最恨的就是引领许多人皈依 撒旦最恨的是什么呢 他最恨的就是有人要反其道而行止 要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 来拨撒 撒旦所讲的 就是说上帝的律法是束缚人的 是人所不能遵守的 所以撒旦最最痛恨那些 手上的全被诫命的人 撒旦也最最痛恨那些 有预言自灵恩赐的人 那么撒旦在末后主要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所描述到的两个兽 一个是从海中上来 在启示录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 海、水就是代表人多的地方 我们就是说 这个兽 这个权势是从欧洲兴起的 如果我们研究代理和启示录的其他预言 我们就知道是说罗马天主教的权势 这里呢 多了一个指示 他虽然受了死伤 但是这个死伤呢 却被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吸其跟从了手 但是他的权势呢 不是从上帝来的 而是从龙、从撒旦来的 这在近代的历史上呢 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 也都被称为犯地港囚徒的 现在在全世界到处出现 他现在的实力呢 又东山在起 而且圣经预示着 将来这个教权呢 要进一步的迫害上帝的子民 正像往昔一样 一个变者的教会 一个被道的教会 是将来撒旦手下主要使用的工具之一 而第二个寿呢 也就是启示录十三章十一到十八节呢 就讲到 罗马教权从中世纪结束以后呢 在人烟稀少的新大陆 就兴起了另一个政权 就是美国 圣经形容它是 两脚如同羔羊的兽 美国曾经以宗教自由政治民主立过 并展示出它的锋芒 但最后呢 一个变了这个美国 说话像龙 要成为魔鬼撒旦 另一个迫害上帝真子民的工具 而且圣经预示呢 这两个兽要彼此联合 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权势 和上帝的真教会 真儿女做最后的决业死战 他们会发布各种 限制人宗教信仰自由的条例 强迫人违背上帝的律法 在这里呢 我们先不多谈 但是圣经的预言呢 越演越真 正主的信徒 追求明白预言的基督徒 都应当顺目以待 而且要警醒的预备 在最后的善恶的大斗争当中 能够忠于上帝 忠于上帝的话 忠于基督 忠于自己的蒙拣选 以及所受到的奔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圣经讲 蒙招的多 选上的少 但是那些 在启示录里面说 跟随羔羊的是蒙招被选 有忠心的 非常忠心 而且要致死忠心 正像过往的信徒 启示录12章说 弟兄们胜过 撒旦 是因羔羊的血 你我凭着自己 不能战胜撒旦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自己需要羔羊的血 但是呢 也要加上了自己所见证的道 单单会背圣经 单单会讲圣经 单单读圣经 固然是好 但不够 必须你要见证上帝的道 在你的言行 在你的生活里面 见证上帝的道 非但这样 而且圣经讲 他们虽然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甚至有的时候 要用自己的生命 去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们说 耶稣也这样的 法律呼召说 谁是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人 暗示分量 忠心是个前提 今天 我们非但要蒙召 背选 有忠心 而且要自死 重心 这样才能够 得圣撒旦 得圣撒旦 必须要靠基督 得圣撒旦 你必须要经历基督 和他的话 首先 首先是 胜过我们自己 心里面的罪 然后 我们才能够 胜过身外之敌 好了 最后 我小解一下 我们今天 是围绕着 启示录 第十二 十三章 在讲 但重点 我们是讲到了 善恶斗争的 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 今天也特别 神教的得圣 以及他所 喊出的 成了的当中 我们感谢上帝 善恶之争的 圣父已定 主的儿女 只要 加强信心 忍耐 等候主的父灵 而无需 担战 信尽 因为 主已经得圣 他的真教会 也必得圣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启示录十二十三章 只是非常简单的讲述 但是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一个善恶斗争的 一条线 在贯穿着 整个的圣经 和整个的教会史 而且 也将会 在我们的眼前 非但是重演 而且达到 善恶之争的 最后的高潮 因为我们靠着主 在基督的坛事里面 能够为真道 打了美好的仗 好了 我们这个信徒培训呢 现在是第三门课 我们不久呢 还要推出第四门课 希望大家能够按时收听 而且介绍 其他的朋友 弟兄姐妹 同工同道 一起来收听 如果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什么好的分享 我非常喜欢你们 能够写信给我 写信呢 请寄香港 邮政总局信箱 310号 310号 或者是7600号 写旺朝收就可以了 旺是希望的旺 朝水的朝 我 我也正在准备一本小册子 就是圣灵 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 这是启示录第一到第三章的主句的讲解 如果你写信来给我 我将会寄上一本给您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愿上帝赐福给您 您的全家和您的教会 再见